大家好,今天我来介绍黑豆饰物汤 饰物就是四种药材的意思 首先我们来看看材料 首先是穿穹,我们通常念穿公 当归,这是当归头,也可以用掌归 这是白勺 这是树蒂,树蒂黄,黑豆 黑豆有青人和黄人两种,都可以用 这是树羊肉,比较硬的,顿子宝树羊肉 我们先来为黑豆过一下水 无需浸泡,冲洗一下就可以了 接下来起一个热锅 把黑豆放下去 干草 中火干草 旁边可以准备好一个锅 煮水 待会豆熟了就直接放过去 煮四乌汤因为有熟地 所以建议用陶瓷或者陶土的锅 最好不要用铁锯的锅 这样子慢慢翻炒 一边炒一边听声音 看它皮的变化 炒到它声音开始变响亮 表皮开始点裂开就好了 接着把它放去水里面 接下来我们把药材也放到汤里面 先把川公、白勺和熟地放下去 当归先留下 因为当归的香味挥发性很强 太早煮,味道会挥发 接着慢火 熬煮至少一小时 如果可以熬到两三个钟头更好 味道会更理想 如果有电子砂锅的 可以用电子砂锅煮 一直煮 煮到要吃的半小时之前 我们才把素羊肉放进去 这样那个羊肉会比较有味道 接下来放当归片 之后就盖上盖子 防止香气挥发 半个小时后 我们打开盖 调味 可以 放一点盐 和速除后味精粉 主要材汤 通常把盐和调味料放在最后 这样才不会影响要效 搅一搅 这样子就可以了 如果熬煮的时间更长 黑豆会更软 黑豆和事物有补血的功能 很适合吃素的人食用 谢谢收看